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有皮肤科医生说 被藏身咬到之后会觉得痕 虽然不会传播病菌或者病毒 但是有机会引起严重过敏反应 有学者就强调 本刚其实一直都有藏身问题 希望趁着近月多国爆发 引起更多港人关注 港人七千千两年前都韩国首尔留学 现在自己在东大门区租屋住 近月首尔多区被藏室问题困扰 主要出现在学校宿舍 考试院 餐厅 酒店和看睛幕等的地方 但是他说民众普遍反应不大 我本来很少去桑纳或者沐浴场 听完新闻之后 一会更加小心 不过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 例如去酒店 他们都没有特别避忌 去一些公共的住宿设施 但我自己就会小心一点 因为在学校宿舍里面 其实是用公共的洗衣机 他们现在最近就有几个同学 都会自己另外将衣服用热水消毒 不过就是个别同学会这样做 九月南韩先在大邮一间大学的 学生宿舍发现藏室 人寸市的汉征幕都有发现 至于首尔市二十五个核区 至今已经有七区报告出现藏室 市政府星期日紧急撥款五亿项员 折合近三百万港元 重点管理高风险场所 防止藏室扩散 齐千千说问题出现超过一个月 南韩政府才才采取行动 反应过慢 在大邮已经有些学校的campus里面 说有出现藏室 但是政府一直都没有做过 任何官方的措施去预防 或者甚至资金都是昨天才确定 去投放五亿资金 所以我觉得其实政府的反应 是比较慢 应该是要宣传一下市民 怎样去预防 或者家里怎样加强清洁 有些什么对策 甚至乎是用什么药才有效 这些宣传都是不够的 十二月至三月 是南韩的圣诞同行家 她担心当地学生回乡的时候 藏室问题会蔓延全国 不少的女同学都会来 十二月圣诞节那时 会有回乡的准备 如果她们回来的话 就会全身 好像当初我们新冠疫情那样 就会全身噴一些撒虫水 消毒液去预防一下 政府已经开始有一些措施 针对劳房、考试院 或者酒店去做消毒 还有她们就会十天之后 再重复查一下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 跟着这个情况的话 应该不到十二月 已经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观光公社数据 今年上半年就有近 十七万港人人次都韩国旅游 有旅游网站早前亦调查发现 韩国在港人热门 旅游目的地上排行第四 但有旅行社负责人说 藏室问题未有影响 港人旅游异欲 报团的查证人数没感受到 而报团的客人 我们都见不到 又去又很担心 感觉暂时不是一个 很担忧的问题 在二十到三岁的时间 我们都有四五十团出发 其实都在航空公司 都知道不大部分航班 其实都报团情况 或者直接有限的情况 是相当利益的 可能你隔离那个旅费便宜 那个航班便宜 根据食环署网站 床室会躲在床褥 椅和梳发等的地方 出去旅游的时候 难免会入住酒店 旅行社会不会在住宿上 特别留意呢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的 坦白说 因为我们在用的酒店 都是四星到五星级 本身当地的酒店 其实那个意识都很强 他们清洁会做多了 第二我们都会提醒客人 入房之后最好检查 床铺究竟有没有床室 在酒店上暂时来说 都没听到有客人 有被咬到的 上个月中 南韩人村市汉征幕 也都发现床室 之后问题进一步恶化 袁振灵说 暂时只是在小型的汉征幕 出现床室 并不是一般外国游客 会去的大型汉征幕 相信旅行团行程 不会受影响 但他们会为导游准备消毒蛆虫噴霧 包括住宿 我们去的景点 如果发现有问题 会随时出更改 现在因为市政府 韩服政府 都提高了境界 或者议识已经提高了 相关其实我们都收到 很多不同的公共设施 和酒店 都有发电源给我们的 就是说他们都会加强这方面的注意 我认为暂时就不需要太多 就是很急 需要改动的感染 有皮肤科医生说 被床室咬之后会觉得很痕 和普通蚊钉虫咬的症状很相似 如果蚊钉虫咬 通常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每一粒蚊钉虫咬的部位 可以分开得很远的 但是通常床室如果是一粒床室咬到 通常的位置都是几粒连成一寸 或者条状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第二早起床 立即出现的这些痘疹 有些人可以是几天口 甚至一个星期后才出现这些反应 他又说虽然床室不会传染病菌 或者病毒 但有机会引起严重过敏反应 英国、法国等的欧洲国家 早前爆发藏室问题 现在连位于亚洲的韩国都面对同样问题 刘岩铭说 床室有机会透过旅行传播到其他地区 他就会躲在一些阴暗的地方 和很窄的地方 例如是一些行李的行李箱 摘好的衣服、傢俬、床褥 和床之间的蜡蜴 总之一有蜡蜴的地方 他都会隐藏着自己的身体 所以就会由一个地方 去了另一个地方 如果近来去过旅行 都是一个风险的因素 中大香港灭室研究行动组 当年来一直研究床室 希望找到控制床室传播的方法 有份参与研究的学者认为 床室理论上有机会经过旅客、货物等 传播到香港 但是现实中其实有困难 重重关卡 你才可以将一些床室带来香港 但是理论上不是说没可能 但实际上是困难的 因为床室是喜欢躲在角落 比较黑的地方 其实一个人一直在旅行 他一直在旅行 他一直在旅行 他未必喜欢这种环境 最喜欢床室是什么呢 就是躲在床上 那些位置 晚上黑黑黑黑黑的就是他们 让人更多关注 但是现在有传媒去报导 你会发现原来 不只是香港 原来其他国家都有这些问题 是一个挺好的时间去关注 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每一个地方 他的床室可能都有少少不同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 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政府 其实他可以去关注自己的地方 那个床室的问题 他认为床室是公共卫生议题 但特区政府以往 一直视床室为个人卫生问题 希望政府未来可以改变做法 由政策层面入手处理 因为楼宇是很多人共同去分享的 这些空间 那个大厦里面的结构 那个环境等等 可能他自己本身已经有床室 即是在大厦的其他地方 他就可以滚过来 你就算搞定了你自己单位 之后又再回来 周而复始 一直在一个恶性的循环 在建筑大厦上的规管 我觉得如果有这些 做完这一件事 其实是有帮助的 机管局说 现在每个月都会定期进行灭蟲工作 包括在客运大楼和停机坪 喷洒同团满灭虫剂 暂时未发现藏心问题 我要继续密切留意 事态发展 时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周克欣 一个男人承认担任义务导师当时 非礼六岁女童 庭上揭发他九年前干犯过同样罪行 法官认为性罪行查册有漏洞 法改会在十三年前 已经建议将查册制度涵蓋义供 但当局至今仍然未采纳 案情指35岁被告程嘉伦 去年10月 在香港在一间社区中心担任义务导师的时候 非礼一个六岁女童 庭上发现 被告组在2015年 同样在二教的时候 非礼两个女童 并且制作儿童式情物品 被判筹五年纪 他出狱之后再度犯案 站委法官高伟雄 星期一判刑的时候说 性罪行记录查册存在漏洞 现在雇主聘请雇员 从事儿童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相关工作 例如是教师 补习社和兴趣班导师等等 可以要求他们向警方申请性罪行刑事定罪记录查核 但是机制只是涵盖有雇用 学徒合约的机构 并不适用于移工 机制2010年出台的时候 法律改革委员会相关小组已经建议 涵盖置自顾人士和移工 去到去年再次提交报告 提醒局方扩阔涵盖范围 但当局至今仍然未作出改动 当局机制一行强顺了 基本上你就不会有一条长龙的瓶颈 那你就可以放阔了 当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可以接纳我们的意见 尽快推行 但是最终政府何时推行 推不推行呢 就变成超越了法改会的权限 不涉及到需要修例 立法会配合 而是只需要行政部门 去跟从建议 他自己调配到足够的资源 去改一改申请表格的内容 那就可以推出了 有教育家认同政府应该修例 学校或者报级社好 我们是很难挺起腰杆的 要求他先自己花一笔钱 去做一个性罪行的查诈 如果这个涵盖是一个大有compulsory 是强制性的 这个就当然非常之好 那就是免除了学校或者是补习机构的那个难处 既然是强制性的 有一个法例的要求 那既然你是上来做义工的时候 不好意思 那就变成了你自己都要做一个性罪的证实 确保你自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保安局说正是研究法改会的建议 会适时和持份者保持沟通 母线议事记者 刘俊玉不得 清衣凌晨有P牌电单车失事 没有戴头盔的司机死亡乘客受伤 警方封锁淡干山路一段行车线调查 凌晨4点多 这一架挂上P牌的电单车向船厂方向行驶 驶到近清衣东北公园那阵 怀疑电单车撞倒石膊失平行失事 初步调查显示 事发那阵车速不算快 23岁男司机将唯一的头盔给了女乘客戴 头重创死亡 23岁女乘客就重伤清醒送丸 云术署规定持P牌 即是暂准驾驶执照的电单车司机 是不准接载乘客 湖北商阳一间医院院长的涉嫌 偽造出生证明和针卡 为被拐卖的儿童洗白身份 每次可以逃利大约是6万元人民币 目前医院抚产科已经停业 院长正在接受调查 有专门打击拐卖儿童的义工 早前联络贩卖出生证明的中介 声称自己收养了一个9个月大的BB 想代办出生证明 中介说收费9万6千元人民币 其中6万元是给医院院长 剩下的就给产房 出生证明几日之后办好 并且约在医院和院长见面 就是这样义工区救出来的BB 获得出生证明 出生日期就是交案金当日 出生地点是在商阳建桥医院 义工又说院科勾结中介贩卖BB 如果有大学生未婚怀孕 可以协助他们找买家 收养一个BB 连同偽造出生文件的价格 由10万元起 事件曝光之后 商阳市卫健委星期二通报 涉事的商阳建桥医院副产科 已经停业整顿 当局也仍是扣留院长 无线电视记者张缅音报道 中国加强对稀土出口的管理 商务部将稀土纳入 实行出口报告的能源资源产品目录 根据这份文件 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复行有关出口讯息报告的义务 有分析认为新规定虽然不是直接管制出口 但是加强了稀土出口的管理 总理李强月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指出稀土是战略性矿产资源 要统守稀土资源陷探 开发利用和规范管理 加大高端稀土新材料工军和产业化进程 严厉打击非法开采 破坏生态等的行为 着力推动稀土产业高端化 智慧化和绿色化发展 内地上个月出口跌幅扩大 但是进口就扭转过去7个月的跌势 内地上个月贸易数据好坏参半 以美元计价 10月份出口按年下跌6.4% 跌幅较9月份略为扩大 差过市场预期 不过进口就好过市场预期 上升3% 结束过去7个月跌势 以人民币计价 10月份出口跌幅3.1% 进口就上升6.4% 海关总署表示 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带动进口需求扩大 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向好 推动进口需求扩大 当前我国外贸领域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带动10月当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根据中国海关贸易景记统计调查 对未来进口出口表示乐观的企业 占比提升 我国外贸向好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 中国的出口跌 其实也都反映了欧美之间 其实经济的动力已经没有去年那么强 尤其是欧洲第12月 我相信情况会好一些 因为都是跟基础数有关 因为上年同期中国的出口跌了9% 今年的第12月份 有机会数字会做好一些 东盟仍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头10个月贸易总值52,300亿人民币 增长0.9% 占外贸总值15.2% 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贸易总值跌1.6% 美国和日本分别下跌7.6%和6.5% 同期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总值就上升3.2% 自到接近16万亿人民币 无线电视记者何贝山报导 日本9月份对华水产品出口大幅减少9成 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 9月对华水产品出口额 包括珍珠和錦理等等 是8亿日元 折后大约4100万港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90.8% 是连续三个月按年下跌 至于对华出口的农林水产品和食品 总额是139亿日元 折后大约是7亿2000万港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47.4% 中国因应东京电力福岛 在一核电站 启动将核污水排海 8月24日起 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 英国楼价中止6年跌 10月份按月回升百分之1.1% 哈利法克斯银行新发表的统计显示 10月份英国楼价按月升百分之1.1% 按季就是跌百分之1.9% 按年降格是跌百分之3.2% 目前的平均楼价是28万1000英镑 比9月上升大约3000英镑 国家银行解释 卖家采取更审慎策略 导致放盘供应减少 短期内有助提振楼价 陈茂波调低传言经济增长余生 只是略多过百分之3 区议会选举当局在上水设两个票站 转门被在内地的港人回香港投票 加沙死亡人数突破一万人 联合国说已经变成儿童暴援 促请立即停火 大家好 我是王仙鹤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调低本杠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下调到超过百分之3 低过财政预算案的下限 他说原因是进出口持续疲弱 以国际联系也都未完全恢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他致迟的时候透露对全年经济增长最新的预测 他之后见记者解释 是客观因素不达到原先预期 内地的出口香港的转口都是持续疲弱的 比起原本来说 我们估计下半年会转好 它是持续下跌 第二方面我们现在和国际全面通关 但是由于航班各个关系 访港旅客的数字 来到现在大概回到2018年的时候的七成左右 在恢复国际联系也都未全面恢复过来 他说政府经济顾问 稍后会公布确实的修订预算 而对于接年有发展商减格卖楼 政府推出地皮招标楼标 楼市调控措施减纳大约两星期 交投也都未见明显增加 陈茂波说楼市是受到经济 息口走势等多项因素影响 一来地缘政治是相当紧张的 大家都看到有升温的 二来就是那个利率高企的时间 大家的研判都觉得可能会拖得比较长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在一个住宅物业市场 要买楼的人他会谨慎些 审慎些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调整完这些措施 市场的反应是相对比较冷静 其实是一个好事来的 他接受本台访问 被问到会不会进一步调低股票 或者物业买卖印花碎碎率 市场有多暢旺 其实成本是一个考虑 但同时间经济环境 投资气氛 各样东西都是重要的 所以就不能一招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负资产个案急增 他就说借贷人供款能力稳定 只愿能够还款 一般情况下 银行不应该追收楼价差额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到 香港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发表主题演讲 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增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 金管局主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有三百多个来自不同金融领域的领袖参与 包括90位跨国银行等等的行政总裁和主席 比去年多一倍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发表预录主题演讲 大家好 重新中央支持香港保持国际法特色 更好发挥资金融通功能 积极参与区域合作 我们支持香港在促进跨紧贸易投资便利化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方面先行先事 持续完善 优化内地和香港金融互联互通机制 进一步畅通投资之渠道 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 增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 打造亚太区金融科技枢纽 和亚洲绿色金融中心 为了庆祝金管局成立30周年 三个历任总裁第一次同台对谈 首任总裁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说 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 在全球化情况下难以脱钩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就说 香港具有一国两制和法治优势 会作为联系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通道 今次是连续第二年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一年三日的峰会 星期三会以与国际投资者对话为主题 母线电视记者林俊天不斗 区议会选举下个月10号投票 当局会在上水接立两个鄰近边境投票站 方便在内地的选民回香港投票 两个鄰近边境投票站都鄰近港铁站 香港岛和九龙区地方选区选民 可以到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投票 而新界区选民就可以到东华三远 夹人年总理中学投票 到时会有穿梭巴士接载选民往来票站和上水港铁站 受到不少的声音和诉求 都表示的而且确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港营数量比较多 很多都很希望回来今次能够支持区议会投票的安排 但问题是他们新到内地的而且确是回来香港 他们希望尽快投完票之后能够回去处理他们的事务 选民需要在今个月20号至到下个月5号 网上登记预约指定时段 申请之后会收到选举事务处 以短信和电邮发出登记结果通知书 名额三万八千个 另外自2020年起当局将投票第二日定为学校假期 给借出校舍的学校有足够时间还原 但有议员担心学生年放三日假会令到不少人选择外游 影响投票率 我们和教育局方面也都会研究一下 看看到时我们会有些什么活动 包括在学校里面有些 即使学生有些未必需要上课 但会不会安排一些课外活动 亦都有议员关注提名制度 为了去拿他的提名上到别人家家 按钟滋扰别人家家家人 不是应该用这些方法来抢眼球 要达致公开公平 因为我们去问一些朋友拿提名 他都很坦白跟我说 我有个党友参加 那我没有理由提名你 那变得好像党的利益 是大于选民的选择 我会形容是比以前困难了 这个是理所当然 君子求诸己 都要先去检视一下自己 我即使有多好多 你有没有将你的好那边 展示给人家看到呢 他说不应该不成功 就归咎于制度 母亲这次记者侄问不到 转体下 200战斗门一个月 登临在加沙地带 累计过万人被杀 包括4100多个小朋友 联合国警告 加沙变成了儿童暴揚 要求立即停火 而职业说考虑战术性暂时停火 带拒绝全面停火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丁仲礼 今个星期将会出席 法国巴黎和平论坛 商讨加沙人动危机 这位楼顶的太阳能电池板 借此影响医院供电 以军方面就否认 有加沙市居民说 空袭来得太快 已经搞不清自己是怎样逃生 面对加元晋毁 担心无处用身 加沙卫生部门说 当地死于乙军袭击的人 已经超过一万 包括大约4100名小孩 以及2600名妇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再度要求双方立即停火 中就说总统拜登 曾经和以色列总理 内塔利亚湖 讨论以人道理由 战术上暂时停火 内塔利亚湖说 会考虑战术暂停 但就重新 哈马斯必须释放所有人质 否则以军不会全面停火 他更加说 在战斗结束之后 要全面接管加沙的安全责任 以免更多恐怖活动出现 而在北京 外交部话应法国邀请 传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重礼 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开始 一连两日出席巴黎和平论坛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星期四会先在和平论坛的框架下 居行人道会议 但为了避免争端 而没有邀请以色列代表 母纤电视记者朱少林伯德 又吃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元朗楼浮山一个猪墙 有16只猪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 阅污署人员星期一 巡查那个持牌猪墙 由32只猪入面 发现其中16只的样本 对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反应 将会在场内消围猪 厨房说已经通知所有本地猪龙 亦到巡查有关猪墙三公里之内的 其他三个猪墙 并没有发现猪的健康有异常 已经暂时禁止 这些猪墙混出猪再进行检测 而其他距离较远的猪墙 亦都没有异常报告 厨房强调公安不影响整体活猪供应 而非洲猪瘟不会传染给人类 猪肉煮熟之后可以奉心吃 有调查显示 肺癌术后复发率高 如果配合术前免疫治疗 可以有效降低复发风险 有团体呼吁政府提供资助 肺癌是本港头号的癌症杀手 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 和非小细胞肺癌 本港2020年超过5000宗的肺癌申症入面 超过8成为非小细胞肺癌 癌症资讯网池前基金 在今年9至10月 以网上问卷访问了209个肺癌的患者 发电曾经接受手术的 58个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入面 4成1人在手术之后 曾经出现肺癌恶化或者复发 有专科医生说 肿瘤直径4厘米或者以上 或者扩散至淋巴结 而不懂用标靶治疗的病人 若果在手术之前 接受辅助免疫疗法 可以缩细肿瘤并且降低复发的风险 提升治愈的机会 帮助身体内的免疫细胞 认得那些是癌细胞 然后就去消灭它们 所以它对那些正常细胞的影响 就比较少一些 副作用就比化疗会低一些 跟那个标靶治疗都会有些相弱 如果到后期的时候 当然你都可以使用免疫治疗 不过当时就会只是减轻 就是控制病情就不是根治 他说述前辅助免疫疗法 已经成为国际标准 但本港没有将相关的疗法 纳入药物安全网 以公立医院为例 一个疗程就要2至3万元 建议当局尽快纳入药物安全网 减轻病人的经济压力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南韩多区近日出现藏室 怀疑经客运或者货运传入 本港机管局说 暂时未发现有藏室问题 法国巴黎近年爆发藏室 这种专吸血的害虫 怀疑经公共交通蔓延到英国伦敦 近日香港人旅游热点之一南韩 也都出现藏室问题 令人担心本港可能 也都面对失患威胁 有灭虫专家说 藏室即是香港较习惯叫的木室 多数夜间出没 透过动物敷出的二氧化碳变色而吸血 每年产卵几次 每次产卵几百个 人被咬了之后皮肤会含氧红肿 曾经到过藏室爆发地区的人士 要留意有没有藏室粘腐衣物或者行李箱 以免带入屋 你去完旅行之后 最好将你的行李行李行李箱 不要立刻拿回家 甚至乎找一些实虫水 噴噴那些行李箱的车 和容易爬上去 躲藏的地方 就将身上的衣物 就立刻拿去洗 用热水洗是最好 所有拿回来的东西 自己看清楚检查一次 尽量你拿过去拿去洗 然后才放在你原有的衣柜那里 陈宅心说市民可以用高温蒸气 又或者坊间可以买到的杀虫剂来灭室 但是如果情况严重 最好请专业人士处理 机管局说暂时还未发现藏室问题 说现在每个月都会定期进行灭虫工作 包括在客运大楼和亭基瓶噴灑和涂抹灭虫剂 会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有立法会议员说 要有针对性方法阻止藏室存入 现在高风险的地方是有法国、韩国 我们都要考虑是否可以就着 他们过来的航班和行李都要做消毒 其实这个费用不会很多 但是就一定会做一个倒截 因为马上就是圣诞节到时会有一个高风期 所以在圣诞节之前 我认为政府都应该要检查一下 是否需要去检视一下 我们目前是否要有一个跨部门的会议 甚至一个小组来应对这个藏室 梁希又担心劏房环境恶劣 容易爆发藏室 建议政府考虑修例 授权相关部门饮屋强制灭室 无线电视机者刘慧尔报导 转体下 英国国会新会期 英皇查理斯三世宣读首相新卫城的施政方证 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出席国会开幕大典 查理斯三世宣读政府 未来几个月将会推出的新犯案 包括严情罪犯 打造无烟世代 满年为北海游戏堪探发许可证 增加就严并减低对外国能源依赖等 英国最迟春年年底要举行大选 文调显示保守党落后于在野工党 分析指引这篇演算 更或保守党如何透过选前的政策争取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